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很開心 先簽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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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章你叫什麼名字 正正 正正 大家正正 不要看電話 不要記憶 好了 差不多了 好了 好 好 好 我只要一張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會有心靈危險 大家 好 多謝你們 總之給掌聲 哇 哇 好啦 那現在時候 既然是一眾演員 導演在那裡 說多謝 抱歉 抱歉 都不用抱歉 一定是說多謝 剛剛好嗎 嗯 剛剛好 應該可以的 其實我也很想出來幫忙借票 因為 大家都知道我剛剛過完年之後 我就去了馬來西亞做演唱會 然後 然後回來 電影公司說 可不可以出來借票 因為之前 在廣州做完演唱會 病了借了 現在過完年之後 就生回 生回 多謝 那 那 演唱會做完 那個人當然是正常 那 也都 好了 那 去回 應該有個狀態 那 那 我也希望可以見一下 一些影迷 就是 答謝他們 對這部電影的 一個很大的支持 這次口碑很好 是啊 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電影是一個團隊 大家都給了很多心機去拍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我見到其他很多演員 導演 編劇 他們都很努力去 去宣傳這部電影 那 我作為其中一個 的一份子 那 我自己都希望 有時間 我都可以配合到去宣傳 所以回來之後 他問我行不行 我說行 可以演的 因為我接下來下個星期 我又要去澳門做演唱會 那 那 接下來又要彩排 變成 剛剛 這個星期六 有時間 我就可以 做這次的借票 其實我和編劇阿斌 陳米斌 其實一直拍電影 你知道 電影是 很神奇的 有 對白 是 屎的 人是生的 那 雖然他有既定的對白 但有時你都要怎樣去演繹 一個 配合你自己的角色 還有我很喜歡 導演和阿斌 他都很信任我 還有他很大膽 因為 為甚麼呢 他找我去做這個角色 然後我給了很多一些 我自己想加入的意見 或者他都會看到我在 演繹這個角色的時間裏面 的變化 然後我會和他溝通 溝通完之後 譬如我會問他 你懂英文 懂嗎 懂嗎 去吧 那些有很多是現場 去 在一個角色 你進去的那個 處境的時間裏面 你可能會有一些想 講的對白 問了編劇他們 同不同意 他們又 和導演他喜歡不喜歡 然後我們就嘗試去做 其實我想電影公司 或者是投資者 當然希望電影可以有 比較好的票房 那 這件事 加回給他們去 去評估 那對於我而言 我覺得 一部電影 如果有好些的票房 那投資者 他們都會有信心 先不用蝕本 然後就會繼續開多一些戲 其實香港電影現在 是需要很多一些 新的一些 新的形式 一些新的一些 拍攝手法也好 或者是故事類型也好 都需要一些創新 那希望 投資者他們可以 和導演 編劇他們更加可以很努力 做多一些我們香港電影 不是既往以往的一些 拍攝手法 或者是橋段 我覺得 臨時劍案 正正就是一部 不是大家經常會見到 類型的電影 那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幸運 幸運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很大膽 找我去做這個角色 因為我未演過 找我去做一個刊匪 還有一個黑色幽默 我覺得 雖然這部電影 大家都會覺得 很多黑色幽默 但是很多外面 朋友跟我說 其實我不是一個喜劇之王 喜劇之王是星爺 我是一個悲劇之王 但是怎樣演繹 一個黑色幽默的電影 我覺得是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 這十年 我想都比較少有的 一個角色 給我演繹 那 很多時候 我覺得 演繹就是 很多時候 你不斷去拍很多不同的電影 時間 去修煉自己 將自己學到的東西 或者將自己 想去 遇到一個角色 然後將它發揮出來 我想你都要撞對 我想 《梅藍天》這個角色 可能是給我一個機會 做一個 一個大的突破 其實要練的 因為始終我在裏面 要演一個摔角手 其實演員就是這樣 你要將 當 形神俱備 你要 將它 入營入隔的時候 你就要 賦予給這個角色的一些力量 它是一個摔角手的時候 我想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都會盡量可能是 在 除了裏面之外 我想外形方面 可能都要 似回一個 它的形體 似體而言 我覺得很大犧牲 假沙華 你這麼英俊 你知道吧 不是那對耳 犧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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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犧牲 因為 沙華 我只可以說是神來之筆 當我們看完劇本 編劇已經既定了 有一對 摔角儀 其實在外形方面 它已經是一個很獨特的 摔角儀 我說摔角儀是甚麼來的 給我看 看完之後我就發覺 原來它是爛了 我覺得 在某程度上 我覺得 怎樣再加深 這個 人物的 一個 喜感 應該這樣說 因為它不是一個普通的 刊匪 它並不是一個殺手 它是一個刊匪 所以我覺得 怎樣加強的喜感 在外形上 我覺得就是 如果加個沙華 可能是會幫助到 大家對 去過沙華 這個人 的一個 既定的一個形象 應該這樣說 電影我一直都想去 不斷去找一些 很不一樣的一個外形 先不要說裡面 譬如一個角色 我都盡量可以 譬如警察有警察的 譬如你韓戰有韓戰的警察 一哥的一個 一個看法 特意將眼眉 可能是將它 畫粗一點 譬如踏血神會的時候 就很多白頭髮 一個退休的警察 這樣 盡量去配合 它那個年紀 或者是配合 他的外表 去適合他裡面的一個 生活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梅南天 這個人 因為他是安南人 還有他是 說真的都是 一個很普通的 一個基層的 一個市民一樣 其實他 生活是很艱苦地過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 加深了給他一個感覺上 更加平民化一點 所以我覺得 希望 大家看完電影的時間裡面 大家都 有些朋友 只是說 看了很久都 看不到郭富城的樣子 這樣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是的 身邊是否多了 人跟人說這些 很多 最多是說多謝 多謝 最多都是說多謝 然後我就說 Sorry 有沒有給小朋友看 暫時還沒得 我想 因為我 他 媽媽也有給他看到一些 我可能在 宣傳片上 剪了一些片花出來 他看到 一幕爸爸中槍 他認到你 他知道是我 爸爸今天要去做事 他知道的 但是裡面 因為他是一個情傷很高的人 他感情很豐富 他一見到爸爸中槍的時候 他就哭了 是的 因為我在家裡 這部戲未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 Francis 我們的攝影師很好 他拍了很多的相片 然後 已經表起來了 然後送給我 我覺得 挺有趣的 然後我就把其中一幅相 就畫框表好了 很漂亮的 很藝術的 但是 他就是梅藍天的角色的人物 你插牙 又戴眼鏡 就放在家裡 他知道是我 所以他為何會認得 那 我想他再大一點的時候 再看這部作品 即他真的嚇到爸爸 不是嚇到 是傷心 他見到 咦 中槍 我又跌在地上 他就會 是的 但是你那場戲 幾十秒裡面 這麼多的變化 是否很難演 真的是 演員其實就是 盡量將角色 他的內心世界 演出 怎麼會有落緊雨呢 落緊雨 落緊雨 失地 他有很多不同的場景 尤其是 我記得在我們拍結束的時候 真的很冷 好像今天 還要再冷 今天 大約是七八度 我們當日 好像跌到三度 整個冬季裡面最冷的時間 大家都冷得很厲害 我還記得 姜大衛 他還要跌到水裡 中槍之後跌到水裡 但他真的很敬業 我覺得前輩已經 其實 我覺得 今次 跟姜大衛第一次合作 當時 我覺得他 後輩 更加應該要敬業 是 戲裡面 都有三個男人一起小便 的一個 那你現實中 有沒有試過 其實是 那些男人的 這些就 印象之中 好像就沒有了 我一個很有 就是對自己一個很嚴格的 譬如你真的要很急的時候 其實香港很多地方有公尺 忍得的 我想問 最後一句 交給電影公司的 演員做完 譬如宣傳 我們去做了我們應該要做的工作 譬如我們在內地的時間裡 我們都希望每部電影在內地可以得到 都有很大的迴響 然後到香港的時間裡 沒有辦法 因為電影公司他們想安排 什麼時候上 演員是控制不到的 但我們盡量去配合 一部電影我覺得 除了觀眾希望觀眾喜歡之外 當然越長次越多 那你觀眾看的時間 也都可以選擇多些 但是因為我們當時 真的沒有這麼多的上映的時間 可能一天只有兩場 但是現在有這樣的成績 其實我覺得 我想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 都是一件很鼓舞的事 還有很感謝真的院商 給我們多些電影院去上 還有讓多些觀眾 可以有 當時錯過了電影 現在可以看回 對 但是還未落畫的時間裡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起碼還有一場 之前有沒有預料到現在有這麼好的口碑 聽不到 之前有沒有預料到現在有這麼好的口碑 我覺得 嗯 我覺得 多謝 如果你自己問我 我想了很久應該怎麼說 我想有口碑的 我想應該真的要衷心說多謝 還有每個演員都很落力去演出 都希望可以電影得到好的回報 現在不理怎樣 就是這樣 我相信 希望觀眾在過年時間未看 現在多一些戲院 觀眾可以入場去再欣賞這部電影 真的要衷心地多謝 好 謝謝 拜拜 大家開心點來 一二三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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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拍一個影片 看到很多攝錄機在這裡 我們一起說 臨時結案 說多謝 GO 好 好 氣勢 我們一起看中間的鏡頭 一起說 準備 3 2 1 臨時結案 說多謝 GO YES 你在那裏 看到了 就在場 你為了 登機 如果看到我 要破壞了 一層 以及 三衣 實際點 是 玩